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196集 八名学手啊 这五国弟子太多了点吧 真是一群废物 让这么多学手闯进24强了 丢人现眼 帝天一等三大天骄 以及外界诸多大威王朝强者 内心惧是不满 在他们看来呢 这个比例太高了 按照如此数字 岂不最终进入12强的五国弟子会有四人之多吗 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呢 在大威王朝强者的原本心中 五国能闯进12强 获得传承机会的五者 最多不超过一两个 最好呢 那是一个都没有 全被他们玄州天才战了 这才好呢 至于这个古南都原本就是五国境内的遗迹 他们不会考虑的 放心好了 之前人数众多 修为总有高低的 轮到的对手嘛 也有强弱之分 自然会有运气好的漏网之愉悦 到了24强 这些五国弟子还想进一步 那就难咯 嗯 如今场上我们玄州天才还有16人 除了三大天骄之外 剩下的基本都是天骄下的一线天才 想要从他们手中获得传承 难如登天呢 让这五国的人再高兴一会儿 过会儿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绝望了 哈哈哈哈 大威王朝诸多强者暗中交流 全部都是信心十足 相信呢 如今他们的成绩只是一时的 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按照他们原先预料那般进行 短暂休息之后 第三轮擂台再开始 这一轮将从24名选手中选出前12名 而这12名选手将有机会获得传承的机会 还没开始对决呢 场上气氛已经变得无比凝重了 每个人的眼神都是十分的凌厉呀 辛辛苦苦从各地赶来 参加了多轮考核 最后进行对决 最终目的是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能够接受传说中的古南都传承 如今呢 机会就在眼前了呀 只需要再进行一轮对决就能获得接受传承的机会 谁也愿意放弃呀 这一轮我一定要获胜 传闻着古南都来历非凡 其中的传承定然非凡 只要能战胜一个对手 我就有机会获得传承 将来走出玄州 耀眼整个王朝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孟兴玉来到世上 不是为了成为衬托三大天椒的绿叶的 这三大天椒不过出身好点 资源多点罢了 若能得到足够栽培 我的未来一定比三大天椒更惊人 这几个人 每个人眼神冷立 心中都在默默地怒吼 第三轮对决 开始 头顶上 黑色人影冷漠的声音传来 只见他大手一挥 轰的一下 惊人的轰鸣声响彻 原本中央六个擂台迅速流转起来 彼此之间两两融合 最后变成了三个擂台 同时 六道白光飞落而下 笼罩了场上二十四人中的六人 嗯 王启明被选中了 还有 刘新宗的华天杜也被选中了 这六个人里 有两人引起秦晨的关注 而王启明的对手呢 是一个在天道神光之后 刚突破玄机后起的天才 秦晨之前也看过此人比赛 各个方面啊 此人实力都是惊人的 不可小觑啊 此人算是极为稳健的一人了 二十四名选手 秦晨几乎看过每个人的比赛 他很清楚 以王启明的实力 赛场至少有七八个人 是他遇见之后必败无疑的 但剩下的十多个嘛 未必没有一点希望 王启明 你对手我之前看过 此人各方面极为惊人 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弱点 修为方面也比你强一分 换作别人来嘛 必输无疑 但你不同 刀客一往无前 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你若与他正面交手 打持就战 必输无疑 但是你的优势是你的刀意 只要抱着一口不服说的精神 未必不能创造奇迹 秦晨的声音呢 于王启明脑海中响起 多谢陈少 我知道了 擂台上 王启明看向秦晨 微微点头 他的眼神闪烁光芒 比任何一刻都来得坚定 点了点头 秦晨没在说什么 他能做的呀 也就这么多了 至于王启明到底能不能战胜对方 走到哪一步 那可不是他能决定的了 所谓舞者 一路向前 总有各种的坎坷和羁绊 秦晨也相信 王启明这种人呢 即便输了也不会倒地不起 只会越战越勇 这也是他欣赏王启明的地方 在王启明和秦晨交流时 整个古南都擂台 甚至包括古南都外的玄州强者 目光全都凝聚到华天渡所在的擂台 眼神震撼 什么 凌空啊 华天渡对手竟然是凌空 哎呀 这凌空运气太差了 竟然遇见华天渡 真是可惜啊 嗯 以凌空的实力 仅前十二讲本是情而易举的 居然跟华天渡对手 这古南都一直安排得不合理了吧 人群哗然 传来了轰动 无数大威王朝弟子都是心神震撼呢 华天渡 此人是刘先宗大弟子 今年二十三 他是大威王朝玄州近百年来 最可怕的天才之一呀 他被誉为玄州这个时代的三大天交 他的战绩呢 也可谓是极为显赫 一路成长而来 几乎是没有低手 来参加古南都考核前 他年纪二十三 已经是玄级后期强者了 甚至呢 在玄州时曾经击败过五阶五宗 此事是引发了玄州轰动啊 事实上呢 玄州三大天交 都有在玄级后期击败五宗强者的记录 这是成为天交的门槛之一 而如今呢 参加古南都考核之后 他们更是接受了大量天道神光洗礼 可以说 已经没人知道他如今真实实力到底如何了 距离五阶五宗到底有多少差距 不管如何吧 华天度是这一届玄州三大天交 在玄州强者心中都认为他是绝对的前三名 这个名字根本无人能撼动 任何人对上华天度只有败罗一图 偏偏倒霉的呢 却是众人极不愿意看到的凌空 凌空啊 他虽然没有华天度那么耀眼 但同样是玄州最为顶尖的天才之一 甚至呢 他是仅在三大天交之下的天才 甚至有人认为 凌空有冲击天交的实力 凌空虽然没有华天度耀眼 也没有华天度那么高贵 但在玄州之中 他也同样是极为惊人的天才 他的实力呢 可以说是这么多玄州天才里公认前十的 二十四岁 在前来古南都前已经达到玄级中期巅峰了 他是堪称变态啊 这种人物岂会简单 作为玄州顶尖天才 众人都认为他有获得传承的机会 谁也不想看他在这一轮就与华天度相遇了 只可惜 他还是遇上了 哎 终于出现一个值得华天度认真的了 凌空就算不敌 最起码能逼出他大败实力吧 嗯 不错 若换别人 恐怕让华天度认真的机会都没有 但这凌空不同啊 就是不知道他能把华天度逼到什么程度 咱拭目以待吧 哎 可惜了凌空啊 擂台上 凌空看见自己对手是华天度 他脸色瞬间变了 这是他最不想遭遇的事 没想到居然实现了 呵呵 凌空啊 居然是你啊 你运气可真差 对面 华天度一副淡然的模样 你不是我对手啊 认输吧 目光淡漠 华天度神色傲人 玄州公认前十的天才 在他眼里呢 哎 就跟普通无肘无翼 他仿佛没把凌空放在眼中 现在怎么说 你不觉得为时过早吗 闻言 凌空身上气势汹涌爆发 脸色恢复了平静 给人一种惊人的力量再复苏 狂暴的姿态让人心惊安 华天度右手附在背后 左手随意摆放在一旁 他瞥了眼凌空 淡淡的 不管你心中怎么不干 你都不可能是我对手的 如果够聪明 应该知道取舍 我承认你实力很强 但是也并非无可匹敌的 我会让你知道 你之前说的话多么可笑 凌空目露金光 他其中蕴含横扫一切的意境 凶猛的压迫向华天度 与此同时 他抱吼一声 手中出现一柄长脊 长脊上有暗黑色火焰营绕 一脊刺了出来 一脊出 暗黑色火焰疯狂旋转 化为一道道火焰螺纹击射了出来 炙热的温度甚至引燃了空气中的火焰真气 更添威势 哼 灭 华天度眼神淡漠 不动声色 他左手轻轻伸出 同时五指撑开 当空抓向火焰螺纹 扑的一声 火焰螺纹熄灭了 举止是轻描淡写 这时呢 凌空后续三长脊杀了 一击比一击狂暴 一击比一击惊人 大片真气化为惊人动力 与长脊融到了一起 暗夜三击 轰的一声 整片擂台被暗黑色气息笼罩 瞬间进入了黑夜 黑夜盒子之中 三道脊芒如同流光般爆射而出 笼罩着华天度周身要害 有点意思 画仙掌 这个画仙掌呢 是刘仙宗绝学 但是呢 这可不是顶尖的绝学 之前的花飞物也曾施展 只是呢 从画天度手中施展开来 何止强了数倍呀 整个空间一下沸腾了 雄厚的掌力席卷 黑色气息纷纷倒卷 瞬间清空 而那三道脊芒在恐怖掌力席卷之下 瞬间瓦解 四分五裂 消弥于无形 化为了虚无 大威王朝诸多强者全部是目光一宁 心下震撼 这个画天度啊 天赋真是可怕 画仙掌在他手中 真是跟活了一样炉火纯青啊 这个威力啊 绝非花飞物能比的 简直是有天壤之比 这一下把画仙掌的奥妙真正是展露无遗 两者一比 单从威力上根本看不出是同一种功法 击战天下 狂暴的攻击被化解了 凌空是深吸一口气 眼中更加凝重了 但是呢 他没有丝毫退意 他把全身真气灌注到战己之中 人己合一化作了一条长龙 朝着画天度疯狂暴击而起 如同是出堂的炮弹 带起的空气发出剧烈爆鸣 嗯 威力不错呀 可惜差远了 左手依旧背负在身后 画天度微微一笑 左手画掌为止 一指凌空点出 飞仙指 这下点出 周围天地好像融入了指示之内 一道惊人的指芒如同陨星降落横扫一切 带着无可匹敌的意志直冲向前 指芒与长脊碰撞如同陨星撞击了地球 有惊人的冲击波席卷 震的空气是连连爆炸 威力害人 所幸啊 每个擂台四周都有远古残留的避障保护 能量不会有丝毫外泄 否则呢 光这一股冲击波 足以击杀普通玄机武者了 强得可怕呀 在剧烈的波动和火焰之中 凌空手持战机 凌空倒飞出去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姿态狼狈 飞仙指啊 这是刘先宗最顶尖的秘技啊 举传练到极致 一直能洞穿一座山峰呢 飞仙指以极强的破坏力和洞穿力闻名 配合华天度添交的身份 同级别武者根本不是一指之敌呀 嗯 凌空能逼得华天度施展飞仙指 已经算是颇为难得 值得荣耀了 唉 怪之怪华天度太强了 凌驾在年轻一代之上 童年龄段的天才 真是无可匹敌呀 凌空还是自大呀 他乖乖认输 不会这么狼狈的 人群哗然 议论纷纷 有叹息 也有遗憾 更有 嘲讽 华天度 若果这是你真实实力 那还不够 再借我一招 横扫八荒 就在所有人以为凌空已经落败时 被台上 凌空倒飞出了上百米 突然一声怒吼 浑身爆发出更可怕的气息 一道惊人的黑暗之力从他身上弥散 整个人宛若练狱走出的修罗纵身而上 朝着华天度一挤横扫 黑色战挤横扫一切 带起大片的黑色脊影 层层叠叠 犹如海啸来临 瞬间来到了华天度身前 华天度一正 旋即他凝神 一拳轰出 砰的一下 几光炸碎 荡漾出无尽黑光吞噬了一切 将华天度整个人包裹其中疯狂的泯密 什么 凌空还有这一招啊 人群震动 不少人的议论传出 古南都外 不少大威王朝高手能看出来 凌空这一几呀 威力强得可怕呀 比之之前至少提升了一倍以上 如此攻击已经能威胁到五阶五宗级高手了 让他们不敢小觑 擂台上 华天度被大量黑色脊影层层包裹 可怕的力量不断泯灭 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这让台下众人疯狂变色呀 如此威力 即便是五阶五宗都得是提心刁胆 为之震撼了 华天度 你虽然是盖世天骄 但我凌空也绝非一语之辈 这招是我潜惜修炼三年的绝招 幸亏这次古南都考核 让我在天道神光洗礼下将之彻底领悟了 你呀 太大意了 太小看我了 这是你这辈子最错的错误 败吧 临天怒吼 手指黑色长脊 他的身上层层黑芒不断地翻腾 化为无边气息 疯狂地涌向了华天度 如此威力 让四周空气都扭曲了 看着被无尽黑光包裹的华天度 所有大威王朝的强者内心 都是狠狠的一个机灵 难道有玄州三大天骄之称的华天度 竟会因为大意败在这儿 如果这是真的 那一定会成为此次擂胎赛 最大的一个冷门 凌空啊 难道你以为凭这招能打败我吗 不自量力 在黑色脊影之中 华天度背在身后的右手终于伸出来了 这只手修长有力 并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呢 当他伸出来之时 无尽的急影黑光竟然无法阻拦分毫 任凭他从可怕的轰击中缓缓地探出 仿佛天神在云中探出了他的手掌 这点威力你也想击败我 太弱了 给我灭 弹幕的声音传来 这一机轻可见四分五裂一点都没剩下 手掌一探 而后他握住了凌空手中的战戟 什么 对面 凌空打惊用力抽动着 但任凭他如何用力啊 战戟是纹丝不动 一声冷笑 华天杜轻轻一挥 凌空连通战戟狠狠飞出 他的身形急忙在空中腾弄 想要稳住 但战戟前端传来的力量啊 让他根本无法控制身形 然后重重摔在擂台上 他浑身此时是巨痛万分 再度喷出了一口血 还要继续斗下去吗 右手轻轻一拍 像是拍去手中的灰尘 华天杜冷漠地看着凌空 嘴角冷笑 你赢了 凌空艰难地站起身子 他面色苦涩 眼神死灰 体内的经脉进阶撕裂 再无一战之力了 他是无法相信的 自己精心准备的绝招 竟然就被对方轻易给破了 盖世天骄王 这可真是一个神话 只能让他仰望无法超越了 一时间 凌空的内心遭受了极大挫折 无形的白光降落 把两人传了出来 哎呀 真是太可怕了 这华天杜不愧是华天杜 太强了呀 这凌空在他面前如此不开一击 还有谁能跟他真正较量一番呢 除了冷淑公子和蒂西少主之外 其他人恐怕完全难以与之匹敌吧 看来经过古南都洗礼 三大天骄实力肯定更可怕了呀 早该料到的 其他人都提升这么多 华天杜他们身为天骄 吸收的天道神光还超过几大天才呢 他们岂会没进步啊 人全是议论纷纷 神色震撼 这场对决呢 让他们对三大天骄如今的实力充满了猜测 但毫无疑问的 整个广场上 如今除了三大天骄彼此之外 再无任何人能威胁他们了 哎呀 的确强啊 即便是秦晨也是暗自点头 不得不说啊 华天杜他们被称为天骄 这不是没道理的 这场比赛结束了 众人这才把目光转到其他的擂台之上